不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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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吗 我很好 冰岛冬天的娱乐 除了猫 其中之一 会和朋友一起在周末住小木屋 雪地里烧烤 泡温泉 路上我拍了些片段 想给你看看 去西边的一个农场路上 朱莉亚说着昨晚 她做了一个诡异的梦 我们一边听 一边看窗外的雪景 冬天呢 离开首都雷克雅维克的机会不太多 所以每次出远门 每个人都会格外兴奋 中途在加油站休息 超市买了一大堆的零食和饮料 冰岛的名字容易让人误言 觉得这里见不到一棵树 眼见为时 你看 面前是一片茂密的森林 风卷起路上的雪地 像不像新娘飘起的白沙 那些没有名字 冻住了的小瀑布 连同时间一起 被定格了 今晚我们入住的 是一个冰岛养牛的农场 面对这群新的牛朋友们 真是新花怒放 游戏见到墙落一群 刚出生十多天的小牛 每一只都傻里傻气 凑近点 能闻到身上的味道 奶香奶香的 对人一点都不怕 当我伸出手 他们一个个 还主动往前凑 摸上去 手感柔软 令人愉快 这是一个神奇的农场 给我们带路的 是农场主的小狗 指引我们 去了今晚住的小木屋 第一眼见到小木屋 我们就爱上了 双脚下孤零零的一栋房子 小森林包围 每一扇窗洞的看得见风景 屋子里暖气开得很足 打扫得干干净净 放下行李 第一件事 趁着还有天光 我们在院子里的雪地踢球 和西班牙 还有阿根廷的朋友玩耍 压力不是一般的大 这些在我身边 也一样来到冰岛工作的外国人 一个个都是行走的小说故事 每当阿根廷朋友 聊出他回家的经历 从世界尽头到另一个尽头 从大雪纷飞的冬天 到马路热道冒烟的夏天 更远 更久 更辛苦 除了共鸣 悄悄地说 我还会获得一股变态一样的安慰 晚饭时间到了 我们做了传统的冰岛烤羊腿 我还是第一次吃到了牛肉排骨 搭配的蔬菜是烤青椒 吃下去甜甜的 我还不能看到了 我能够看到 走 我的足也有狠 我需要去 他们 星期间睡到自然醒 中午十一点半 天亮起来 四周静悄悄 偶尔一两针鸟飞过屋顶 如果长期失眠 在冰岛乡村过冬天 真实在是何不过 明天要上班 我们准备回家 不过路上还准备去泡个温泉 在冰岛泡温泉的正确方法 是泡过最热的池子后 去雪地走走 这样能促进雪月的循环 增强体质 不易感冒 然后再回到温泉里 趴在池边 欣赏远处的雪山 和朋友聊些有的没的 这感觉真的很棒 小牛 小狗 朋友 树林 温泉 烧烤 小木屋 踢足球 睡懒觉 虽然没有发生什么厉害的事情 但今天也是值得过的一天 别忘记 下周见